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二十篇 不过一句话的功夫 此时的刘晓飞等人还未离开村部 一阵嘈杂争吵声很快便想撤村部 刘晓飞等人堵在大门口和八名陌生壮汉 已经吵得面红耳赤 虽有肢体接触 却还未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直到陈二狗二人手牵手出现 这才安静下来 有事 冷淡地瞟了一眼陈田等人 陈二狗带着一丝厌恶道 同为桃园村村民 但陈田与那些晒得皮肤有黑 和看上去就有些营养不良的其他村民 截然相反 四十多岁的年纪 大富翩翩油光满面 加上一米七都不到的矮小个头 看上去就活脱脱地像一个胖嘟嘟的不倒翁 一看就是生活滋润的有钱人 你这是跟亲叔叔说话的态度 大逆不到的东西 将自己的亲婶子送进监狱 你他妈还有人性吗 畜生不如的东西 你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爹娘 和陈家列祖列宗吗 本就怒火中烧 再加上陈二狗那副冷漠态度 陈田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便几乎是指着陈二狗鼻子咆哮道 在外面混得也算是人母狗样 还以为你多少有些素质呢 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 说白了和你那只会泼妇骂街的老婆也没什么区别 少拿陈家祖宗在这里说是 你不配 要说对不起列祖列宗 你陈田首当其冲第一人 怎么 自己做过的那些魅良心事情 这么快就忘了 哥扫前脚刚走 你便伪造遗嘱 霸占地基良田和抚恤金 是我这个侄子如草芥 你对得起列祖列宗 陈田虽为长辈 但在陈二狗看来 尊重是相互的 也不求他当年能抚养自己 但伪造遗嘱 占尽好处的卑鄙无耻够荡 绝不可原谅 毕竟那可是父母留给自己的念想和倚靠 之所以确认那是假遗嘱 是因为陈二狗相信 父母绝不可能断绝自己所有生路 将一切财产和田地交由陈田 更何况父母君是意外英年早逝 前面根本没有半点预兆 绝不可能留下什么遗嘱 我怎么就伪造遗嘱了 那可是老知书张百林和村主任朱耀强 都认可的你妈亲笔遗嘱 那是你爸当年答应出钱给我娶媳妇 亏欠我的 陈田理直气壮道 是吗 我爸妈凭什么出钱给你娶媳妇 而且我记得 当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你都已经结婚一两年了吧 陈二狗冷声吃笑道 当年自己太过年幼 很多事情陈二狗已经快连轮廓都记不起来 而且那所谓的遗嘱 自己连见都没有见过 但但凡有点智商的人都看得出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虽然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但一见陈田 陈二狗便忍不住心中一阵怒火中烧 为父母和自己讨个公道的欲望 也越发强烈起来 别跟老子说 这些有用没用的 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去告我呀 时隔近二十年 当年的遗嘱等文件 已经被自己焚为灰烬 陈田相信 即便破绽再多 他陈二狗再厉害 也只能干瞪眼 根本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 自然是趾高气昂地冷嘲到你那疯婆子老婆 正在监狱向你招手 放心 我一定 很快便会帮你们夫妻团聚 他躲在外面 茫茫人海 自己短时间内 拿他没有办法 但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来了 陈二狗自然不会放过他 所以 嘴角很快便闪过了一抹脚狭冷笑道 是吗 那我还真得代替列祖列宗 好好谢谢你这个不孝子孙 不过 只怕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都没有这个本事 零 对了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那温柔善良的亲婶子 很快便会当庭宣布无罪 然后出现在你面前 而且只要有我在 你就休想在桃园村完成搬迁工作 老子有的是钱疏通关系 和请权楚州最好的律师 更有的是钱阻止 你在桃园村肆意妄为 慢悠悠地围着陈二狗绕了一圈 陈田胸有成竹的趾高气昂道 自从将刘贵芬送进监狱后 陈二狗还真没功夫去管他的事 从陈田的话语中不难听出 今天正是刘贵芬案开庭的日子 所以 陈二狗立刻明白 陈田这段时间一直未露面 就是暗中再替刘贵芬打通关节 之所以选择今天回来 不仅是因为桃园村的搬迁计划 更是来向自己耀武扬威的 刘贵芬案 有数十村民证词和视频作证 可以说是铁案 根本不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但看陈田那信心满满的样子 陈二狗便知道 他肯定是下足了功夫 事情发展还真有可能超出自己预料 陈田 谁给你的勇气 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老婆横行相礼 犯法无数 那是证据确凿 难不成那森严律法 是你写的不成 再说了 整个桃园村除了你全家 所有人都支持二狗兄弟 你休想捣乱 在刘小飞等人听来 陈田的话简直就是意想天开 天大的笑话 所以刘小飞第一个便站出来 带着不屑的讥笑道 呵呵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对权势和金钱的力量一无所知 等着吧 一会老子一定让你们这群香巴佬开开眼 怎么 不信是吧 这位美女不是村支书吗 不信的话 你们不妨打几个电话问问 看看现在整个桃园村东面村民 有没有人愿意再搬迁 不屑地朝刘小飞和陈二狗白了一眼 陈田一脸得意洋洋道 打就打 老小子 你就等着被打脸吧 除了陈田一家外 全村无人不受陈二狗恩惠 逐渐发家致富 而且宽敞明亮的四合院 难道不比家家户户破旧的土砖房箱 这么大的便宜 只有傻子才拧不清 所以刘小飞等人也无意不是信心满满 在反击陈田的同时 也都将目光定格在了杨宇飞身上 但杨宇飞却并没有掏出手机 而是用迟疑的目光看向了面色逐渐凝重的陈二狗 倒不是杨宇飞不相信陈二狗 而是他心中非常清楚 陈田有备而来 而且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叫板 就足以说明他所说不假 没人会蠢到伸出脸 去给别人打久久未言的陈二狗 明白杨宇飞想法 只是他确实没想到 陈田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自己以前还真是太过小瞧他了 正如刘小飞等人成竹在胸的想法一样 假若真的有村民忽然掉转矛头 陈二狗肯定陈田必定在其中做了手脚 所以陈二狗并未急着回应杨宇飞目光 而是快速启动了土地感应能力 紧客间 桃园村一天之内的所有画面 就像幻灯片一般 在他脑海中过了一遍 面色也跟着变得凝重了起来 怎么 不是要打我这张老脸吗 怎么 这么快就怂了 连电话都不敢打了 通过陈二狗面色 陈田以为他是胆怯害怕了 顿时更是没开眼笑地讥笑道 本来确实被陈田气得够呛 刘晓飞等人也着实看不惯 他那高高在上的嚣张模样 再加上对陈二狗的信任 所以大家才没将陈田放在眼里 但刘晓飞等人也很快从陈二狗面色中 感觉到了不对劲 瞬间也纷纷冷静了下来 在意识到陈田极有可能并非虚张声势后 刘晓飞等人心中纷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家心中都非常清楚 陈二狗在桃园村获得如今 忽百英的威望并不容易 而他陈田几年都难得回一次桃园村 跟周围村民根本长年都难得说上一句话 他这刚一回来 哪来的本事 顷刻间摧毁陈二狗在桃园村建立的权威 这得是一股多么恐怖的力量和滔天本领 明白这点后 刘晓飞等人瞬间面面相去起来 唯有谢东并无太大表情变化 他才不管陈田有多大本事 反正只要陈二狗一声令下 自己直接开干便是 至于其他动脑的事情 着实有些不太适合他 毕竟他对桃园村也没多少了解 面对陈田的嘲讽 陈二狗也不说话 只是掏出手机 食指如飞地快速发出去了几条消息 为了确保对方能接到 还不忘纷纷打通了对方电话 只不过什么都没说 便又匆匆挂断 然后继续发下一条 我可爱的乖者 莫非你这手机 还是什么百宝箱不成 哈哈 群 真不是叔叔我吓唬你 就你那点鸡毛蒜皮的本事 在桃园村混点小钱还行 真要上了台面 那就是不堪一击 在陈田看来 自己已经占尽一切优势 一切也都在自己掌控 今天他陈二狗就是神仙下凡 也无力回天 所以根本不在乎他 拿着手机在做什么 他那肆无忌惮的嘲讽和大笑 也惹来了八名壮汉捧腹大笑 警客间村部院落内 立刻便想起了经久不衰的刺耳大笑 虽然刘晓菲等人各个心急如焚 但看着忙碌和脸色 有点不太好看的陈二狗 也不敢多问 所以只能各个背弃的面红耳赤 如果不是陈二狗在场 他还没有下达命令 刘晓菲等人早就抡起拳头 就朝陈田等人脑袋上 砸过去了黄廷军 什么人 大约两分钟后 陈二狗忽然猛地 抬头看向杨宇飞问道 黄家家主长孙 黄宇浩亲大哥 这和他有关系 杨宇飞微微一愣 有些不解随口问道 黄廷军三个字 对陈二狗和杨宇飞而言 并不算什么 只是随口一句交谈而已 但对于陈田等人而言 那却像是恍若雷军般震耳 差点没吓得他们 被自己的笑声噎死 混蛋 黄少的名讳 也是你们这群香巴老能直呼的 一名壮汉 顿时怒不可遏 朝陈二狗吼道 相比那群壮汉的愤怒 陈田额头 却是冷汗直冒 从陈二狗开始掏出手机的时间计算 到现在 不过短短五分钟 他居然能如此精准地查到自己背后撑腰的大老板 陈田哪能不深感震惊和胆寒 要知道 黄家可是楚州四大家族之一 可不是一般人说查就敢查的 关键是还如此快速和精准 陈田可想而知 陈二狗背后势力的可不 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看来这黄庭君还真和他弟弟一样掏打 随手收起手机 陈二狗随口冷嘲道 混蛋 说什么呢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敢嘲讽我们 黄家两位少爷 你他妈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作为楚州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 别说是直戏 即便是黄家打手小弟 乃至保安 那平时绝对是横行霸道般的存 在 所以 八名壮汉 又岂能容忍一群香巴佬 对他们主子品头论足和羞辱 顿时各个全都义愤填膺地怒骂着 便想要动手 谢东等人 早就忍他们许久 自然也不可能让他们碰尘二狗一根手指头 所以 双方顿时再次虎视眈眈的剑拔弩张起来 只等陈二狗或者陈田一声令下 便少不得又是一场血战 不过 此时的陈田 却早没了之前的半点熊啾啾气势 即便是有四大家族之一黄家的撑腰 此时也是 惊得湿透了后背 因为陈田心中非常清楚 陈二狗二人 在说起黄家两位让人闻风丧胆少爷的时候 非但没有半点畏惧 反而更多的是不屑和讥讽 纵观整个楚州 敢对黄家如此比喻不屑的人 那绝对屈指可数 而且这种不屑 绝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讥讽 难怪敢这么嚣张 混得不错嘛 都坐到黄家名下建筑公司经理位置上去了 还真没将黄家那些喽啰放在眼里 所以陈二狗都懒得搭理他们 收起手机的同时 随口便对陈田冷嘲道 几年不见 你还不是也长本事了 不过 你知道黄家在楚州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说是楚州的天 也丝毫不为过 这么快就将自己在省城的底扒了个遍 陈田着实对陈二狗 不得不刮目相看 眉心一皱的同时 几乎是咬牙切齿 道 吹着牛皮的时候 你问过顾白杨三家吗 你所说的电话我还真没兴趣打 你不是要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吗 不如就你来打吧 杀人诛心 陈二狗此时反而不着急起来 饶有兴趣地带着微笑 对陈田到打就打 老子就不信你 还能逆天不成 东边绝大部分村民 已经在自己掌控 陈田还真不信这个邪 所以当即便掏出手机冷声道 接连数个电话拨出去 就连陈田自己都记不起 总共拨打了多少个电话 不同的号码备注 却是统一的无人接听 陈田面色也跟着一个一个号码拨出去 而变得黯然失色 直到手机滑落在地 满眼惊恐看向陈二狗 数次起口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却久久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用不着这么惊讶 别说小小二十名垃圾小混混 就是整个皇家来了桃园村 那也得有来无回 不信的话 你现在尽管给黄廷军打电话 我给你这个时间 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胆敢带人来 冷淡一笑 陈二狗漫不经心道 这次回村 陈田表面上只带了八人 实则还有二十余名皇家打手 暗中尾随而来 这些人可都是经过皇家 专业训练的高手 即便是常年健身的壮汉 这些人也足以以一敌食 对付陈原村这些普通村民 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而且这些高手还是秘密潜入 除了下手的那些村东投村民外 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 见识过那些高手本事 所以陈田有足够的自信 有他们在 即便是血洗整个桃园村都不在话下 短短半小时不到的时间 陈二狗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将他们全部拿下 虽然知道如今的陈二狗已经今非昔比 但陈田不过是皇家旗下一公司的总经理罢了 并不知道他背后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陈田难以置信地连连摇头道 所以陈田这才仗着黄廷军支持 想要一血妻子被羞辱和送进监狱的深仇 而且在他眼里 陈二狗再厉害 始终都是个香巴佬 在四大家族的皇家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自然也不会跟黄廷军说起自己要对付的人 之所以选择今天 是因为刘贵分案 今天正好开庭 黄廷军已经帮他打理好一切 恰好又接到杨宇飞商议搬迁电话 在陈田眼里 这自然是一个绝佳机会 你会觉得 不可能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我陈二狗在 你就休想非法将刘贵分就出来 皇家也更不可能成为你的依靠 陈二狗不嫌不淡地云淡风轻道 哈哈 我承认 几年不见 你小子倒是长了些本事 让人不得不对你刮目相看 不过相比其他本事 吹牛的本事更牛逼 你再厉害又怎么样 在皇家这种毅力楚州上百年的大家族眼里 你还是连屁都不是 我陈田为皇家担惊结律十多年 更是皇少左膀右臂 皇家不帮我 难不成去帮你这个外人 幼稚本来还有些心切 但陈二狗的话 却着实触碰到了陈田笑点 顿时仰头大笑道 陈二狗的本事是见识到了 但和在楚州财权熏天的皇家相比 陈田认为 那简直是如迎虫之光 对当空艳阳 虽然如今 确实陈二狗占据一丝优势 也确实让陈田无比震惊 但有皇家那棵大树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又有何可 据 就在陈田重新调整心态 捧腹大笑的同时 陈二狗都懒得去和他争辩什么 只是默默掏出手机 拨出去了一个电话 谁 随着扩音打开 一个冰冷的声音 顿时传入在场所有人耳中 一听这声音 陈田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因为这声音 他再熟悉不过 正是他的老板黄庭军 黄庭军是吧 我是陈二狗 我看你是陈三狗 正在办公室处理合同文件的黄庭军 只敢一阵莫名其妙 冷淡地回答一声挂断电话后 立刻便随手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哈哈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 原来只不过是多了一只狗啊 哈哈 他能直接联系到黄庭军 这点着实让陈田再次深感震惊和意外 本以为陈二狗和黄庭军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黄庭军的答复显然让陈田再次安下心来 顿时也再次仰头大笑起来 0 受陈田的感染 黄家那八名打手也跟着一片哄堂大笑 看陈二狗的眼神也更像是在看二傻子 举手投足都充满了戏谑和嘲讽 就在黄庭军再次潜心投入合同之中时 整个人忽然就像是惦记了一般 猛的一掺过程中赶紧又拿起手机回播了 过去 你真是陈二狗 电话一接通 黄庭军面色立刻凝重到了极点 几乎是咬牙切齿 一字一句道 之所以有这么大反应 是因为黄庭军忽然想起 自己曾听弟弟黄语浩提过这个名字 也正是这个陈二狗 弄得黄语浩和灵妃妃灰头土脸 得罪黄家直系子孙 按道理来说 本该是必死无疑 但当黄语浩将一切禀报家主 也就是他们祖父的时候 却非但没得到家族的偏袒 反而关了十几天的禁闭 并严令不得私自复仇 这也正是黄语浩当初是灭陈二狗 最后却无疾而终的原因 之后 黄庭军也暗地里调查过陈二狗 得知他和另外三大家族都有瓜葛 再加上家族严令 所以也一直没有任何行动 你可以选择不信 陈二狗十分冷淡地答复道 不知陈先生忽然给我来电 有何指示 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完全不给面子 黄庭军基本认定 对方就是陈二狗 而且陈二狗忽然找上自己 着实也让黄庭军诧异不已 也绝不可能找自己 只是为了闲聊几句 所以狐疑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黄庭军养的一群疯狗 忽然跑到桃园村来乱咬人 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 所以前来通知你一声而已 都说黄家才是熏天 黄少是不是带人来救救你这几只疯狗 毕竟听说好歹也跟了你十几年 多少应该有些感情吧 白了一眼 已经又开始发虚的陈田 陈二狗随口答道 自己派出去的人中 只有陈田请示的那批 再结合 忽然想起 陈田也是桃园村人 说要前往桃园村找人报仇 所以 黄庭军心中立马将事情 拆了个八九不离十 之前因为家主严令 再加上陈二狗除了黄宇浩之外 并没有再与黄家为敌 所以 黄庭军还真差点就将这么人忘记了 所以一听陈二狗戏谑般的言语 黄庭军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明晃晃的挑衅 让黄庭军心中顿时怒火中烧 但他也知道 如今其他三大家族背后 都和陈二狗有所关联 就连白家现在都有所忌惮 不敢得罪于他 真要动起手来 黄家说不定真得吃亏 关键是家主有严令在先 在没得到家族支持之前 黄庭军也不敢和陈二狗硬杠 而且带人去桃园村救人 那可是陈二狗的根基所在 都是他的人 那还不等于羊入虎口 既然是疯狗 那陈先生处理便是 黄某感激不尽 一定派人送上大礼 感谢陈先生的代劳和为民除害 虽然陈田对于自己而言 确实劳苦功高 也有些用处 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毕竟一个经理没了 自己随时可以安排 另一个经理盯上 所以权衡在三后 黄庭军愤怒地紧握拳头 但却云淡风轻倒 本以为凭自己和黄庭军的关系 他肯定会站在自己这边 所以陈田心中并无半点畏惧 但黄庭军的答复 却瞬间将陈田和黄家其他八名打手打入了深渊 几乎同时傻眼的同时 心中也升起了一股良意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黄家竟然如此薄良 黄少大义 佩服 对了 听说刘贵分案 黄少也没少帮忙疏通关系 看来黄少应该还不知道 他有多可恶吧 说庆竹难书也不为过 现在可是连顾白杨三家都震怒了 陈二狗嘴角快速扬起一抹邪笑道 这点黄某还真是不知情 不过 既然陈先生告知 那在下便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其实黄庭军并不是不知道 刘贵分被抓和被起诉的原因 哪谈得上什么庆竹难书 比刘贵分更可恶的人多的是 哪用得着顾白杨三家震怒 所以黄庭军知道 刘贵分最倒霉的是 惹上了陈二狗 这话也根本就是在向自己施压而已 不过 连陈田都可以舍弃 又何况是刘贵分 所以这问题对于黄庭军来说 根本不难抉择 黄少真是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过几天去省城 一定请您喝茶 陈二狗心领神会地打了个哈哈道 随便附和两句挂断电话后 黄庭军气得一拳 便将办工作砸了个大洞 这哪里是什么通知 分明就是都骑到自己头顶上来了 这口恶气又怎么可能咽得下去 老婆就不出来 主子也不管了 这黄庭军还真一点意气也没有 陈田 我给你时间 要不还是赶紧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人能帮你 随手收起手机 陈二狗嘴角带着一抹戏谑微笑 对陈田道 能暂时压制黄庭军 陈二狗并不意外 毕竟光查到他号码 自己就动用了白金和杨思荣双层关系 而且也能想象得到 此时的黄庭军有多愤怒 不过陈二狗并不在乎 因为黄语浩和林菲菲当年对自己的羞辱 自己一刻也没有忘记 整个黄家都必须与之付出代价 为黄家当牛坐马多年 连黄家都管不了 又何谈其他人能帮自己 而且陈田也明白 陈二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心帮自己 而是明晃晃的羞辱和嘲讽 心灰意冷之下 陈田瞬间变起了杀心 不管他陈二狗背后有多少人撑腰 反正只要弄死他 一切都万事大吉 陈二狗 你个混蛋 老子跟你拼了 动手 给老子弄死他们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陈二狗后 陈田双拳紧握 紧咬牙关命令道 说话间 陈田手当其冲 第一个便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 便朝陈二狗腹部刺去 其余八名壮汉 也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 纷纷猝不及防地 便朝身边刘晓飞等人扑去 刘晓飞等人 着实没想到 陈田会忽然发难 一时还真没有多少准备 更何况 除了谢东和刘晓飞 有点战斗例外 严天睿等人 根本就是普通人 所以 面对忽然变得凶神恶煞的八名高手 绝大部分人 顿时都是心中暗吃一惊 都来不及做出太多反应 妈的 找死 谢东面色煞变 嘴里怒骂一声 当即便一拳挥向朝自己扑来的壮汉 但还不等谢东拳头触及对方 一声惨叫 便已经率先传来 只见眼前人影一晃 那壮汉也立刻跟着 就在惨叫声中倒飞了出去 本以为跟了陈二狗一段时间 自己已经进步神速 但在那如鬼魅般的人影面前 谢东依旧根本跟不上 那闪电般的速度 虽然他也知道 那魅影肯定就是陈二狗 但谢东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快 实在是太快了 那根本就不该是人 该有的速度 也就在谢东愣神的几秒时间里 等他再回过神来时 陈田包括那八名壮汉 已经成一字整齐地歪着脑袋摆成一排 生死不明 即便出手的是自己老大 但谢东心中还是有种想骂人的冲动 这尼玛哪里是战斗 根本就是碾压 摆在眼前的九人 活脱脱地输成了艺术品 陈田留下 其余的交给你处理 董事件那边还有二十个 这些家伙有点底子 愿意留下的留下 不愿意留下的直接废了 一个闪身停到谢东面前 陈二狗面色阴冷到 自己迟早得对皇家下手 至少黄宇浩必须死 放虎归山 往后只会给自己徒增麻烦 所以陈二狗根本不可能给他们这个机会 至于陈田 陈二狗想要单独处理 一来父母离世时候的疑问 必须弄清楚 有仇报仇 二来 或许他能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好 有些木讷地答应一声后 谢东立刻带领刘晓飞等人 将八名壮汉抬离了村部 只不过 他心中始终有些隔应 能拿下陈田在桃园村安排的那二十名高手 这点谢东并不意外 毕竟韩坤被收服后 他一半的人几乎都调来了桃园村 再加上陈二狗武学上的帮助 早已个个成为以一敌十的高手 只是谢东实在不明白 陈二狗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准打击的 毕竟 一旦有一人感觉到危险 就会向其他同伴发出求救信号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自己这次是绝对跟对人了 你 你要干什么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杀了我 你也得偿命 我陈家生你养你 你难道要对自己亲叔叔下手不成 就不怕天打五雷轰 等陈田再次睁开眼时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陈二狗那张冷漠脸 陌生的环境瞬间吓得他浑身直抽搐 瞳孔中更是写满了无尽的惊恐 派人威胁十几户村民的时候 你怎么不知道是法治社会 少拿列祖列宗说是 你的存在 就是我陈家列祖列宗的耻辱 陈二狗冷淡一笑赤声道 背景比不过 动手更是碾压 陈田知道 今天自己的生死 全在陈二狗一念之间 你 你想怎么样 陈田诚惶诚恐的怯声声 看向陈二狗道 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 面色再次一沉 陈二狗随手打出两根银针 进入陈田头顶冷声道 顶刻间陈田只敢一阵头疼欲裂 眼前更是直冒金星 人也跟着在痛苦哀号声中满地打滚起来 我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饶命啊 毕竟是常年做办公室的人 陈田更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 所以不到一分钟便开始完全撑不住 痛苦哀求起来 没 没错 当年的遗嘱确实是我哄骗你妈写下的 但 但这真的不关我事 都是你婶子指使的 刚取出银针 陈田便迫不及待地交代道 哄骗 怎么个哄骗法 你父母感情一向非常好 你父亲忽然意外离世 你母亲也跟着心灰意冷 所以我便哄骗她说会照顾你一辈子 没想到你妈那么善良 真的就答应了 我怎么知道 你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 陈二狗面色瞬间凛然到了冰点 怒喝道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都已经承认了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 其实这些年 我也一直非常愧疚 当年 如果我不是做出这样的承诺 让你妈以为无所牵挂 那她为了你 也肯定不会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遗嘱是真的 但做贼心虚的陈田 连遗嘱都毁了 所以此时只能欲哭无泪 到听村里经常有人议论 说我并非父母亲生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她怎么忏悔 大错都已经酿成 所以 陈二狗根本不可能原谅她 如果不是还有事情要问 此时早已一脚踹过去 而且这家伙嘴里说着后悔 但刚才如果不是自己足够有本事 此时早已命丧她尖刀之下 所以 这点对陈二狗而言 并不重要 却 确实有这么回事 当年 你母亲出村买东西 在村口不远处 捡到了还在墙堡中的你 不过 你身上空无一物 根本就没人知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 在老之书张百林的帮助下 给你将户口上 到了我胸嫂名下 被陈二狗凌厉目光 吓得浑身一颤 陈田立刻便脱口而出道 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全村人都没人敢说出真相 那是因为 第二天 有个算命先生来过桃园村 那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非常厉害 几乎将全村人的秘密 都算了个遍 而且无一不准 按照那算命先生说法 你命犯孤星是个祸患 绝不能让你去找亲身父母 否则整个桃园村都将大祸临头 你也知道 农村绝大部分人还是信典这个的 那算命先生是什么人 没人认识 不过 我去过京城 所以我可以断定 那人的口音就是京城口音 每一个问题 陈田都回答得不假思索 再加上他那战战兢兢模样 所以陈二狗觉得他的交代 可信度极高 而且这件事 陈田也欺骗不了自己 毕竟全村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少 如今 现在自己已经知道真相 他们也就没有再隐瞒的必要 只是陈二狗 对着算命先生出现的时间点 和京城口音持有怀疑 二狗啊 不管怎么说 如果没有我兄嫂 你现在都可能活不到今天 我确实做了不少混账事 但我也已经知道错了 看在你死去的养父母分上 饶我一条狗命吧 我保证 出村就去自首 村里的所有资产都给你 见陈二狗久久不言 陈田的心 更是越发颤抖不已 许久后终于 按捺不住扑通 一生跪倒在地 泪如雨下哀求道 这里有录音为证 你自己看着办吧 倘若你真的愿意 从此以后洗心革面 看在我父母分上 桃园村的四合院有你一套 该知道的 自己已经知道 如今皇家陈田不敢指望 短暂沉默后 陈二狗决定给他这个机会 毕竟父母早逝 现在这一脉也就陈田了 也算是自己 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在陈田喜出望外的磕头声中 陈二狗独自一人出了四合院 随后又去了张柏林家 证实了陈田所言确实不假 而且张柏林和陈二狗一样 有着同样的怀疑 那算命先生的出现太巧了 而且京城华夏最为附朔之地 即便有算命先生 也不大可能会来桃园村这种贫瘠之地 在离开张柏林家后 陈二狗的心也彻底安定了下来 不管身世如何 桃园村父母都是爱自己的 现在也过得非常幸福 根本没必要再去追寻这些 陈田投案自首 陈二狗的局部搬迁计划 也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天一早 陈二狗将东北部改造图纸 交给闫天瑞 便与董事件赶往了省城 本来陈二狗打算直奔陆丰酒店 但又担心打草惊蛇 所以还是先住进了董事件的别墅 等将酒店那边的情况摸清楚再行动 一到省城 董事件便给家里去了电话 安排人员24小时盯紧陆丰酒店 师父 我父亲他们从京城回来了 想见见您 不知您是否同意 你知道 我董家是楚州唯一的武学世家 我心甘情愿拜您为师 家里也颇有微词 而且 父亲大人对您也是向往已久 大家都想知道 我到底拜了一位什么样的高人为师 要不 您就给弟子一个面子呗 安排好一切挂断电话后 董事件带着讨好微笑 小心翼翼对陈二狗询问道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怎么办 虽然董家在威望势力和财权上 不足以与四大家族相提并论 但在楚州 那也绝对算得上二流家族 陈二狗也有心结交 所以随口一笑便答应了下来 只不过陈二狗心中非常清楚 自己这年纪肯定和董家认为的高人天差地别 这一趟只怕也难以平静 董家上午走进董家大院 陈二狗随处可见各种强身健体器材和刀枪剑脊 还在来的路上 陈二狗便已经从董事件口中刚得知他父亲名叫董存勋 和他一样 也是从小习武 体格及其魁梧 而且还是楚州武术协会名誉会长 本领非常高强 扑 这 这就是大师兄心拜的师父 这 这也太让人大跌眼镜了吧 如果不是大师兄疯了 那就是我疯了 这家伙有二十了吗 不会连毛都没掌权吧 我还以为大师兄拜的肯定是什么世外高人 没想到居然是个毛头小子 对于董家绝大部分弟子而言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练武为主 极少关心门外事情 很多人对陈二狗并不了解 所以当他被董事件恭恭敬敬地请进门后 一路上没少引起一片哗然 绝大部分人几乎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哈哈 陈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 即便是见多识广 也听过一些关于陈二狗在省城所作所为的董存勋 再见到他的那一刻也足足愣了好几秒 才带着有些尴尬的大笑握手道 和董事件描述的一样 董存勋今年刚到五十年纪 身强力壮 虎背熊腰 连走路都是虎虎生风 浑身透着阳刚之气 立刻便感觉 董存勋的手像一把钢前一般 扣住了自己手腕 一股强大的力量也随之跟随而来 前辈过奖了 和您比起来 晚辈这点微末倒横 不值一提不慌不忙快速运转传承功法 陈二狗面带微笑道 倘若换作普通人 陈二狗相信 董存勋的力量 自己现在手上的骨头 恐怕都已经被他捏碎 看了一眼依旧谈笑风生的陈二狗 董存勋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 同时也加大了手上力道 但不管怎么用力 陈二狗脸上却始终没有半点 多余的表情变化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难怪是件死皮赖脸的 一定要拜在先生门下 佩服 请 堂上上座 除了考验外 这一握手 董存勋本来的用意 更多是给陈二狗一个下马威 和董家 其他弟子一样 一开始董存勋 确实根本没将陈二狗放在眼里 更想不明白自己儿子为什么宁愿和自己闹翻 也要拜在一个后生小子门下 所以 董存勋也有立威的意思 毕竟堂堂武学是家子弟 怎么可能不如一个后生晚辈 不过 这一握手下去 董存勋不得不在心中甘拜下风 也立刻明白了儿子当时的选择 也对陈二狗充满了敬佩 只不过董家弟子 却不明白二人这么快就搅出了胜负 对陈二狗的质疑声 依旧在董家大院随处响起 前辈德高望重 晚辈哪敢上座 陈二狗主动坐到了下方 面上恭敬有家道 有如此害人本事 却依旧不骄不躁 陈二狗瞬间深得董存勋喜欢和敬佩 也没再虚言客套 赶紧安排庸人上茶 不知陈先生 如今武学造诣到了什么程度 一切妥当后 董存勋好奇 看向陈二狗问道 程度 应该是很厉害的程度吧 陈二狗有些茫然地随口答道 哈哈 陈先生还真是幽默 不过 不得不承认 确实很厉害 以为陈二狗 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或者是随便装装逼 所以董存勋 也并没有多想 立刻便捧腹大笑了起来 有这么好笑吗 陈二狗有些莫名其妙地 尴尬一笑道 陈先生 不会不知道 武学也有境界之分吧 见陈二狗 不像是跟自己开玩笑的样子 董存勋 也有些茫然地收起了大笑 胡一问道 嗯 这还真没什么了解 也没听人提起过啊 陈二狗 看向董事件随口答道 师父 你这可不能怪我 你也没问过啊 我还以为您那么厉害 肯定该知道呢 董事件心中大呼冤枉 赶紧连连白手解释道 还请前辈赐教 自从得到土地传承后 陈二狗一直苦练传承功法 也曾试图将功法传于董事件 可惜失败了 而且 直到现在 陈二狗也没有碰到旗鼓相当的高手 所以还真不知道 自己的本事到底有多强 不过 陈二狗对武学境界还真有点兴趣 毕竟如此一来的话 往后遇到对手 也可以据此判定强弱 至少 境界相差太大 打不过就可以赶紧跑 虽说现在已经是热武器时代 但华夏管理严格 所以 武学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随着时代境迁 武道也中落了不少 按照如今武学境界划分 可以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等级阶段 而且每个阶段又分为前中后三阶 小小一阶 实力便有着很大的悬殊和差距 如今我已突破至地阶初期 先生明显强于我 应该也是地级境界 剑尘二狗是真的不懂 所以董存勋赶紧认真解释道 董存勋的话 差点没将手在门口的两名弟子 眼珠子给惊出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堂堂武协会长居然会不如一个年轻后生 想到这点 二人忍不住 便脚下一阵发软 那我们楚州也天阶高手吗 陈二狗还真关心 有什么人是自己打不过的 所以也赶紧问道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据我所知 至少有三位地阶后期高手 其中便包括杨老爷子 我父亲和白家家主白天雄 杨老爷子是地阶后期高手 陈二狗有些惊讶地脱口而出问道 至少以前是 现在杨老爷子刚经历一场大病 那就难说了 这个境界是怎么区分的 如此一来 陈二狗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准 所以满心好奇问道 难道陈先生每一次突破都没有感觉 比如实力忽然骤声 神清气爽之类的 比自己还要厉害的高手 居然连境界都分不清 董存勋也甚感惊奇胡疑问道 有的吧 至少应该有四五十次 陈二狗如实答道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差点没将董存勋和董事件 从凳子上摔下去 整个武学体系 总共也就十二次突破 这家伙居然开口就是四五十次 如果不是他在吹牛 那就是疯了 看了一眼嘴巴张德 可以塞进大鸭蛋的两父子 陈二狗立刻明白 自己修炼的土地传承功法 并不适用于他们所说的武学体系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境界 为了化解尴尬 陈二狗赶紧转向董事件问道 递接中期 董事件咋了咋舌 如实答道 砰 忽然一声巨响 让陈二狗和董事件 均是按下一条 只见刚刚还稳坐守卫的董存勋 连人带凳子 已经跌落在地 在董事件赶紧下意识 去扶自己父亲的时候 门口那两名董家弟子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 双目瞪得如同灵般喘着粗气 朝院内奔去 很快 整个董家都跟炸了过似的 数十弟子 纷纷七嘴八舌地 朝大唐这边凑了过来 你 你不是玄阶中期吗 赶紧伸手扣住董事件万卖 一股内力快速涌入他体内 董存勋满脸无比震惊到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即便是再厉害的名师 也不可能进步如此之神速 更何况是陈二狗一个如此年纪轻轻的晚辈 所以 董存勋严重怀疑 陈二狗对自己儿子使用了什么不好的手段 所以他这并不是在试探董事件本事 而是在检查他奇经八脉 看是否有什么受损 父亲 放心吧 我没事董事件当然明白父亲心思 陈二狗有没有对自己使用伤及身体的手段 他最为清楚 所以赶紧含笑解释道 不 不可思议 此时董存勋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解释这神奇一幕 只得连连摇头 难以置信 自言自语般念叨道道 这么容易上当 还是太年轻 如此违背自然规则 怎么可能没事 还不等陈二狗说话 一个有些苍老 却铿锵有力的声音忽然在院内四处回荡起来 只闻其身 却久久未见其人 陈二狗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赶紧按动土地感应 寻生搜寻起目标来 父亲 爷爷 老祖宗 一听声音 董家一众人瞬间面露喜色 纷纷望向门口 自然惊声而出 短短不到一分钟时间 一名白发苍苍老者 忽然闪身而来 一手便扣住了董事件万卖 老者八十左右年纪 一身素袍 因为刚才进来的速度过快 偏偏飘起 再加上 那飘逸鹤发银须 着实有种世外仙人的感觉 来人速度之快 恍若一股裂风刮过 即便门口已经堵满了门下弟子 也丝毫没有影响老者速度 陈二狗看得十分清楚 他就是一跃而来的 说 你到底对我孙儿做了什么 老者忽然眉心一皱 一个闪身便到了陈二狗面前 喝声怒道 一旁的董事件 刚想要解释些什么 却被老者一个灵力眼神 便逼得乖乖退了回去 呵呵 你们董家还真有意思 儿子打不过 老爹出马 老爹打不过 爷爷都出来了 老先生 不是晚辈对您不敬 但控人罪过 可是要有证据的 我好心替你们东家 培养一名顶尖高手 你们就这么对待恩人的 一来便被人冤枉成恶人 陈二狗心中也着实有些恼火 面上不慌不忙地 带着一丝不满道 为我董家培养高手 老夫看你是对董家图摸不轨才对吧 武学知道越往后便越难突破 事件苦练几十年 才到玄阶中期 怎么可能短短一月时间 一月成为地阶中期高手 要知道 老夫达到地阶中期的时候 可是已经六十高龄 根本不吃陈二狗这套 老者目光阴沉 继续咄咄逼人道 那只能说明 我有本事呗 你的意思是 我董家武学传承千年 还不如你一个后生晚辈 老夫倒想知道 是何方高人能调教出你这般有 本事的传人 虽然老者并未在董事件身上 查出什么不妥 但如此突飞猛进的武学境界突破 就是天天打鸡血都不可能实现 所以老者足以断定 董事件的身体肯定有一样 陈二狗处心积虑 助他境界突破的背后 也肯定用心不良 无门无派 更无任何人指点 既然前辈不信 董家不欢迎 那晚辈也就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 告辞 自己怎么解释 对方都不会听 所以陈二狗干脆打算起身告辞 祸害我董家子孙 董家又岂能容你说走就走 你莫不是真当我董家没人了 老者瞬间一个闪身 便堵住陈二狗去路 面色越发凝重 可怕喝声道 晚辈无心与任何人为敌 陈二狗吝声强调道 武学一脉最多12次突破 能达到10次以上的 老夫这辈子还闻所未闻 你不是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突破了四五十次吗 那现在你的本事应该足以毁天灭地了吧 既然如此 又何惧老夫的挑战 所有董家弟子 无不认定陈二狗就是在吹牛装逼 再加上老祖宗的权威认定 这无疑是直接坐实了他们的猜测 一句毁天灭地 瞬间引来了董家众人 一片哄堂大笑 更没人认为陈二狗是老祖宗的对手 毕竟那可是已经苦练 70多年武学的武道巅峰人物 眼见师父被误会 一旁的董事件心急如焚 刚起身想要解释 便立刻又被董存勋压了回去 所以也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不过董事件心中也非常清楚 老祖宗就是武道权威 自己现在怎么解释都没用 总不能对父亲和爷爷动手吧 有今天的成就 董事件也自感惊讶 只是心中无比相信师父的本事 更相信师父的人品 非得如此 按照董存勋说法 眼前这位老者已经是楚州武学 泰斗级别人物 陈二狗也想知道自己本事 所以面色瞬间缓和了许多 含笑道 你可以认为老夫是在世强凌弱 也可以认为我董家丈是欺人 非得如此 你放心 老夫不会要你的命 倘若你能出了这扇门 老夫一切既往不救 天高任鸟飞 但若是你出不了这扇门 那你就得告诉在场所有人 你到底对事件做了什么 并停止你对董家的一切阴谋 老者随手一挥 掷地有声道 武道之难 特别是在进入玄阶之后 哪怕是天纵其才 每前进一小步 都是少则三五年 长则数十年 甚至一辈子都有可能 整个董家 董事件天赋并不拔尖 所以即便并未发现 他身体有任何不妥 所有冷静清醒下来的董家人 那怕是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绝不可能去相信 年纪轻轻的陈二狗 短短一个月时间 能调教出如此进步神速的高徒 这其中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猫腻 那才是真的见鬼了 正好 晚辈就爱打脸 喜欢是强凌弱的人 请 不敢恩就罢 还出言不逊 虽然谈不上生气 但自己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污蔑的 所以 陈二狗也丝毫不客气地 带着一丝戏谑微笑道 因为董事件的关系 所以陈二狗自然不会随便 与董家为敌 而且利用得好 董家将会是 自己在省城的一柄利刃 零 但陈二狗也明显看得出 除了董事件对自己充满敬仰和崇拜之外 其余董家人都对自己充满了质疑 要想收服董家为己所用 就必须让他们心服口服 这才是陈二狗欣然接受挑战的主要原因 虽然已经让出楚州五盟盟主位置 但身为董家实际掌门人 董浩天在整个楚州都算得上德高望重的一号人物 即便是四大家族 也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如今被一个乡野小子肆意挑衅 即便面上并无太大表情变化 但董浩天心中还是抑制不住的怒火中烧 不知天高地厚 你是第一个敢独自来我董家装逼挑衅的 但也绝对是最后一个 动手吧 也懒得去和陈二狗 成口舌之能 董浩天眉间猥琐 重吃到 劈腹扫腿 小心了 微微一笑 陈二狗立刻一个闪身 蹲伸单腿一扫的同时 右手成长同时向董浩天腹部劈了过去 找死 哪有比武对战的时候将自己招数提前告诉对手的 这摆明了就是明晃晃的嘲讽和羞辱 心中一阵大怒 董浩天立刻运足八成内力 双脚稍稍岔开的同时 腹部丝毫不躲闪 台掌便由上而下 朝陈二狗守备打去 这一掌不说重如泰山 但董浩天有足够的自信 至少能将陈二狗一手折断 所以嘴角也在刹那间闪过了一丝 难以察觉的不屑笑意 但让董浩天做梦 也没想到的是 如此刚猛的一击 就在要接触到陈二狗的那一刻 却瞬间化为乌有 手掌忽然之间便停在了半空 就像是被一股什么魔力包裹住了一般 竟然完全挪不动半分 还不等董浩天回过神来 双手刹那间便被一双铁腕向钢前 一般加得死死的 在一股巨大力量的牵引下 整个身体在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竟然完全不受控制地被甩飞了出去 空中数个360度旋转落地 接连量枪倒退七八步 直到背部已靠在墙壁上 董浩天才算是勉强站稳身体 这 这 秒杀 刚 刚才发生了什么 老祖宗输了 放屁 老祖宗怎么可能输给这项八老 肯定是策略 对 绝对是策略 即便二人期间也有不少动作变化 在场也人人尚武 但二人之间的交手 在大家眼里 不过是两条幻影秒速间的一个碰撞而已 根本没人看清 任何具体交锋动作 在董家众人眼里 董浩天那绝对是神 一般存在的高手 所以 即便被扔出亮腔数米远 大家还是在短暂的惊愕后 替他找出了数十条可能的理由 根本没人相信 楚州武道巅峰级别高手 居然会败给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矛头小子 在苍白不过的借口 在已经面白如纸 和眼如同龄的董浩天看来 却是再讽刺不过 如果不是身负董家未来 他甚至连想死的心都有 老夫输得心服口服 短暂的内心纠结后 董浩天无力地瘫软在地 长叹一口气道 虽然已经认输 但董浩天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惑 他实在想不明白 陈二狗小小年纪 伸手是如何达到如此恐怖境界的 这简直已经到了 连开挂都无法解释的骇人地步 虽然但凡长了眼睛的人心中 早已知道答案 但董浩天的话 还是瞬间引起了董家众人 一片哗然 毕竟 没人想去相信自己心中的神 居然也会有落败的一刻 切磋侥幸而已 前辈何必当真 敢问前辈 是否已经得知晚辈武学境界 微微一笑 亲手扶起董浩天 陈二狗诚心实意问道 进入地阶后 每突破一层 实力便是天壤之别 老夫才输 实在不敢倾下定论 不过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陈少至少已经达到天阶初期境界 别说楚州 即便是楚南无省 只怕也难寻对手 知道陈二狗是在给自己留面子 否则自己此刻早已命丧黄泉 所以 在被浮起的那一刻 董浩天感动得眼琴泪水 赶紧弯腰恭恭敬敬达到 简而言之 就是依旧还是不知道自己真实水准 他的话着实让陈二狗有些失望 不过 很快便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毕竟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如今 已经拥有了向皇家讨债的资格 地阶便已经是董家弟子 对武道的最高境界理解 所以董浩天的话 无疑再次像颗炸弹般 在人群中乍响开来 一片难以置信的惊呼 立刻便响彻了整个董家 多谢前辈指点 陈二狗非常和善地 微微一笑道 陈少折杀老夫了 手下败将 哪担当得起指点二字 都怪老夫才输目前 之前错怪陈少了 若陈少不弃 整个董家院为您笑全马之劳 心中一阵受宠若惊 董浩天赶紧再次弯腰 恭恭敬敬道 昔日之辱 黄宇浩必死 黄家自然也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陈二狗短期内的目标 已经非常清楚 让自己农产品占据全省的同时 剿灭整个皇家 这话前辈可得想清楚再说 我接下来的目标 可是请灭整个皇家 那可是四大家族之一 您就不怕引火烧身 陈二狗微微一笑 带着一丝玩笑口吻 毫不避讳地笑道 虽然陈二狗将正是说得跟玩笑似的轻松 但董家一众人 还是再次惊得一片目瞪口呆 皇家再怎么说 也是楚州最强四家族之一 一般人连仰望都不敢的对象 从陈二狗嘴里说出来 却仿佛不过是任他宰割的肥肉 这是何等的霸气和嚣张 不管从哪方面说 皇家都是足以轻松碾压董家的存在 与皇家为敌 那就意味着董家可能寸草不生 迎虫之光又岂能与日月争辉 董家愿听陈少调遣 就在董家众人无不深感惊恐的时候 董浩天却几乎毫不犹豫到 老祖宗的话瞬间让除董事件外的所有董家人一片惊恶 若是换作平时 即便是董浩天 也绝不敢如此不将皇家放在眼里 在董浩天眼里 陈二狗堪比日月 堂堂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家 却成了无足轻重的荧光 这是何等的夸张和敬仰 没人敢相信 这话会是从一向谨慎和孤傲的老祖宗嘴里说出来的 毕竟 这可是关乎着整个董家存亡的重大决定 从未有人见过董浩天如此武断 想不让董家人惊骇都难 一片哗然激烈讨论声中 董家人中唯有董事件嘴边露出了开心笑容 对他而言 师父就是天 管他对手是谁 师父一声令下 自己干便对了 那晚辈就多谢前辈厚爱了 事件难得回来一趟 就让他在家多待几天 也好让他指点指点一众是兄弟 晚辈在省城 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就先行告辞了 陈二狗可没忘记自己来省城的目的 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 所以汉首一笑道 陈少留步 老夫有个不情之请 还请您定夺 董浩天就像是忽然想起了 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面色一沉 赶紧快行一步 拦下要走的陈二狗道 既是朋友 前辈但说无妨 倘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晚辈一定在所不辞 陈二狗含笑胡一问道 不知陈少有没有听过武省演武 没有 陈二狗如实答道 按照董浩天介绍 所谓武省演武顾名思义 就是楚南武省联合组织的一场比武 这本是一件互相切磋 取长不短 培养武学人才的互惠好事 但连续数戒举行下来 却早已完全违背了当初举办的初衷 按照现在演武规矩 每场演武武省都需拿出一本 含金量极高武学秘籍作为奖励 如此一来 便逐渐变得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楚州省已经连续五年 无人挺进决赛 这么不公平的演武 我们楚州为什么不拒绝 陈二狗不解问道 哪有那么容易和简单 一开始只是金钱奖励 武道中人根本毫无参赛热情 后来4比1投票通过改为密集奖励 老夫倒是直接拒绝 可惜四家同意 也只能无奈接受 毕竟 一旦老夫拒绝 四省的武盟便会全部针对楚州 我们日子更不好过 说实话 老夫也曾想过 这可能是四省针对楚州的阴谋 但一来毫无证据 二来有证据也无可奈何 毕竟他们抢我们太多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永远不变的事实 在随后董浩天的讲述中 陈二狗更为气愤地得知了一些 其中不为人知的隐情 当年楚州武盟明却拒绝了奖励的变更 但没人想到的是 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楚州武盟成员数十人惨遭暗杀 虽然不致命 但从此失去了练武的资格 董浩天也曾带人奋起反击 可根本不是四省武盟联合的对手 最后才不得不屈服 这也是董浩天退下一线 极少露面 潜心喜舞的缘故 他一直在期待着 有一天 血洗前耻 为楚州武道人士 某一条光明大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 今年五省延武 我率人参加 陈二狗不假思索的铿锵有力道 陈少实力老夫佩服 但四省不乏高手 还请您务必全力以赴 不是老夫不相信您 而是这关乎着整个 楚州武道的未来 毕竟按照参赛要求 年龄必须在五十岁以下 老夫已经无能为力 楚州武盟的未来 就交托给您了 具体时间和注意事项 老夫日后再向您想禀 知道陈二狗 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而且离延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董浩天郑重其事地身居易公道 您放心 我陈二狗答应的事情 向来都会一言九鼎 和全力以赴 告辞 陈二狗一本正经的地答应道 在董家众人恭恭敬敬送至门口后 陈二狗驱车快速赶往了陆丰酒店 之所以并未带上董事件 是因为陈二狗此行只是来踩点的 毕竟陆丰能立足楚州 也不是吃素的 大白天光明正大动手 势必引起极大骚动 所以还需谨慎小心 因为实力限制 离开桃园村后 土地感应范围更有限 特别是在这种人员众多的场合 所以陈二狗就像普通顾客一般走进酒店 随后要了一间最为居中的套房 一进套房 陈二狗立刻便启动了土地感应能力 周围一切逐渐映入脑海 范围也在逐渐扩散变大 所有人的动作和声音 也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不堪的一幕 忽然映入陈二狗脑海 只见一名美女 被两名壮汉 一巴掌扇倒在大圆床之上 在美女一阵惊声尖叫 和奋力反抗胡乱扑打之中 一名年约27-8 长得张头鼠目的青年男子 正一边脱动自己衣服 一边色咪咪大笑着 朝那美女走去 在四人旁边 还有一名身着奇妆一服的青年男子 鼻青脸肿哽咽着跪在地上 是不是瞟一眼那床上即将被欺负的美女 但却根本没有半点勇气起身 傻子都看得出 那美女绝非情愿 也知道那男子接下来将对他行什么不轨之事 平时陈二狗最见不得这种欺男霸女的勾当 虽然自己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但还是眉间紧促一跃而起 闪身出了门 除了本身天然的正义感使然之外 陈二狗对那美女 还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张脸 自己好像有点熟悉 只不过一时之间 却具体想不起来 但他可以肯定自己绝对见过他 当然 陈二狗也不是完全无脑的圣母 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暴露 所以出门之前 他还特地在浴室拿了块毛巾蒙在脸上 只要自己就下那美女便抽手 便不会有任何被发现的麻烦 毕竟那男子此时已经爬到床上 此时在报警已然来不及 而且 倘若自己通知酒店方 他们管不管 怎么管还难说 至少对那美女的名誉 必定会产生极大影响 虽然陈二狗一时想不起 那美女是谁 但毕竟是熟脸 所以多为他思量几分 也是应该的 叫 再叫大声点 这样才有激情吗 兄弟们 摄像机架好了 这可是一座金山啊 哈哈 男子一跃扑在美女身上 一手直接扣住他喉咙 一脸得意地仰头大笑道 大哥 放心吧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一魁梧壮汉两眼放光 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摩拳擦掌道 干得不错 等老子爽完了 也会赏你们 男子一脸见笑道 多谢大哥 一听还有自己的份 四目贪婪地 看着那长得沉鱼落雁般的大美女 两名壮汉顿时高兴地 都开始有点手舞足蹈起来 对他们而言 那不仅仅是难得一见的大美女 更是他们心目中垂涎已久的梦中情人 零零零 就在男子一手伸向美女衣服 打算纵情撕扯的时候 一阵阴魂不散的刺耳铃声 瞬间像是给他浇了一碰冷水 就连性质都顿时冷淡了几分 妈的 谁啊 敢打交老子好事 一会飞飞了 那王八蛋不可 在一名壮汉 胡怡走向门口 可是监控屏的时候 男子顿时勃然大怒吼道 奇怪 大哥 没人啊 壮汉胡怡 看着空无一人的显示频道 但奇怪的是 铃声依旧还在如催命般地响个不停 就是不见 暗响门铃的人 他妈的 老子倒要看看 是哪个王八蛋在捣乱 老子非得弄死他 开门 如此闹心的铃声下 男子哪里能全身心地投入 接下来战斗 他也明白 这摆明了 就是有人捣乱 所以赶紧随口一吼道 眼前情景 男子最怕的 无疑就是警察 但他可以肯定 这绝不是警察查房 否则也绝不可能连面都不敢露 所以才敢如此不将来人放在眼里 套间大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看着用毛巾蒙脸 忽然出现在眼前的陈二狗 即便是身材魁梧 程度超过他一倍的壮汉 也忍不住心中一惊 毕竟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什么蒙面大侠 不过是存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的玩意而已 在现实中还是极难以见 也就在壮汉那一阵的空隙 陈二狗一扭腰 整个人立刻便像泥丘一般地窜进了套间 虽然被男子扣住了脖子 根本看不清门口情景 但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对床上即将被凌辱的美女而言 无疑就是黑暗中 冉冉升起的一束光芒 救 救命啊 呜 所以那美女赶紧双手抓住男子手臂 扯着嗓子 带着哭腔嘶喊起来 只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求救 哈哈 小子 你还真他妈的 不是一般敬业啊 演戏都演到酒店来了 可惜 今天的男主角是爷 不过 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 也倒是可以赏你一个配角当当 要不 当个给爷上套的套筒 哈哈 套间门迅速被关闭 在看到陈二狗的那一刻 床上的男子也有些愣了神 但随即又仰头大笑 无情嘲讽道 用毛巾当蒙面巾 那奇葩的造型 让男子和两名壮汉一看 就忍不住想笑 而且是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 放了他 瞟了一眼挡在自己前面 完全遮住视线的两名壮汉 陈二狗干脆退几步 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沙发上 神情冷淡道 红大女神 你们剧组今天上演的是 英雄就美大戏吗 男子饶有兴趣地 看向被骑在身下的美女 带着肆无忌惮地嘲笑道 男子的话 倒是瞬间让陈二狗想起了那美女身份 正是当红女星红颂音 难怪自己会觉得有些面熟 虽然陈二狗平时从不关心娱乐圈的事情 但却有爱看新闻的习惯 所以也曾不经意间在新闻上见过他这张脸 不过 陈二狗对他却并没有多少了解 只知道就连刘晓飞都是他粉丝 而且还经常在自己耳边提起这个名字 说他人美心善 捐了不少希望小学之类的 救救命啊 知道有人进了房间 而且还有救自己的心 所以红颂音依旧一味地求着救 只不过喉咙被控制 所以他的呼喊声音并不大 但早已让耳聪目明的陈二狗听得一清二楚 也正因为知道男子的目的并不再取人命 所以陈二狗才没有急着出手 毕竟自己要找的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此时正和两名男子就在外面走廊不远 而且还时不时朝这边房间看几眼 虽然陆锋的隔音效果确实非常好 但那也仅仅只是针对普通人 对于常年练舞的舞蹈高手而言 倘若用心和相隔不远的话 效果并不佳 来来来 也让你看看这位今天想英雄就美的主角 哈哈 一把抓住红颂音头发将他脑袋拧起 男子带着满脸戏谑大笑道 本来红颂音还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得救的机会 但在睁眼看清陈二狗模样之后 心中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交了个透量 倒不是连他也想嘲笑陈二狗的奇葩造型 毕竟此时的红颂音也并没有这个心情 真正让红颂音希望破灭的是陈二狗销售身材 就他直观而言 陈二狗恐怕还挨不住那两名壮汉一巴掌 哪来的能力就自己 喊啊 继续喊啊 你怎么不喊了 哈哈看来 今天英雄就美是演不成了 那爷就只得给他改一场年度动作大戏了 说说 你是想要单男主 还是多男主啊 这里可有五个男人哦 应该足够满足你了吧 放心 爷是讲道理的 重要你以后乖乖听话 每天把爷和爷这两位兄弟伺候好 今天的录像 就绝不会有其他 人看到 看了一眼垂下脑袋满脸绝望的红颂音 男子再次得意洋洋的纵声大笑道 眼前情景 陈二狗显然靠不住 薛家是大 一般人也根本不敢多管闲事 红颂音知道自己今天肯定在劫难逃 薛刚 你不得好死 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否则 哪怕是下地狱 我也会将你的恶行公之于众 你和薛家在楚州再厉害 我红颂音 好歹也粉丝遍不华夏 即便弄不夸你们 但也绝对足够 让你们好好喝上一壶 知道此时靠外人来就 已经不现实 为了保住自己清白 红颂音只得改变策略 一边恶狠狠对薛刚说道 一边心中暗自祈祷 希望他多少会有些顾忌 放自己一马 哈哈 都快成为本少的胯下之马了 居然还敢威胁老子 看来 我们的国民女神 这是严重缺乏调教啊 一会等你领教完本少的悉心教导之后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欲罢不能了 红颂音的能量 薛刚不仅清楚 更是这次将他掳来的主要原因 既然敢对他下手 那自然早就想到了 这些可能的后果 所以 薛刚不仅没有半点忌惮 反而在更加肆无忌惮的笑声中 一把抓住红颂音的洁白小手 往自己身上摸去 啊 面色铁青的红颂音 刚要被忽然的羞辱 吓出惊叫 一旁的两名壮汉 也刚要被这激情一目 笑出声来 但他们的动作却终究还是慢了一个节拍 顷刻间 薛刚就仿佛是犯了杨颠峰一般的 发出一阵惨叫 双手下意识捂住挡步往床上一倒 痛苦地翻滚中浑身抽搐不断 大哥 你 你怎么了 两名壮汉同时心中一惊 赶紧下意识快速冲到薛刚身边 焦急地关切问道 虽然红颂音一开始也是惊得一头雾水 但好在他的反应也非常快 赶紧惊慌失措地跑到那跪地男子身边将他扶起 快 快跑 这无疑是自己脱离薛刚魔掌的最佳时候 所以 红颂音在拉起经纪人手便要逃的同时 也不忘对陈二狗大喊提醒 道 但让红颂音完全意外的是 不仅陈二狗没动 自己也同时被经纪人反拉了回来 你 你不能走 经纪人用力死死抓住红颂音手腕 虽然已经吓得面白如指 但却是非常坚定的 你要干什么 你是疯了吗 放开我 红颂音急得一边挣扎 一边大怒吼道颂音 放弃吧 我们根本没资格反抗薛家 我这也是为你好 别忘了 你我家都在楚州 你现在要是走了 最终也还会逃不过薛家的大手 你和我的家人 更会死无葬身身之地 虽然那经纪人看上去如 陈二狗般销售 甚至还有点娘 但男人在力道上 终究还是天生的强于女性 所以哪怕红颂音连打带踹 终究还是根本无法挣脱开来 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最后会被最信任的经纪人摆一道 红颂音立刻又再一次地陷入了绝望 虽然心中恨之入骨 但红颂音也不得不承认 经纪人的话其实也在里 床上的薛刚还在痛苦翻滚 但红颂音和经纪人短暂地犹豫 却足以让两名壮汉彻底反应过来 虽然二人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当时唯有红颂音离薛刚最近 所以完全可以肯定是 他趁自己老大不注意做了什么手脚 想跑 没门 薛少能看上你 那是你祖宗十八代基勒德 不识抬居的臭娘们 其中一名壮汉大不如风般怒骂着 走到红颂音身边 抬手就是愤怒的一巴掌朝他脸上扇去 唯一离开的机会已经丧失 红颂音终究还是痛苦又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小子 你 你想干嘛 找死是吧 本以为自己肯定会被这巴掌扇飞 红颂音也被迫无奈地 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但让他意外和瞬间惊开眼的是 那巴掌非但没到 耳边反而想起了壮汉 有些惊恐的怒吼 只见壮汉那比自己半边脸还大许多的巴掌 正玄在自己脸颊右侧不远 手腕处还多了一只明显比他手还小许多的 手 红颂音顿时不由地也满脸惊骇 看向了那手的主人陈二狗 我倒是想死 但只怕你还没这个本事 陈二狗冷淡一笑道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和薛家为敌 这世界是他妈的疯了吗 既然你想死 那老子一定成全你 陈二狗能悄无声息出现在自己身后 并截停一巴掌 这点着实让壮汉深感意外 也是他说话中带着明显惊骇的原因 不过 即便如此 壮汉也依然并未完全将陈二狗放在眼里 毕竟身材胚子的巨大悬差就摆在这里 怒骂声中 壮汉立刻使出吃奶的劲 没被控制的左手猛一拳 就朝陈二狗腹部掏去 滚 凡人 陈二狗目光一领 轻喝道 与此同时 拳头都还未触及 壮汉便只赶脚下一空 在一股巨大力量的牵引下 笨重的身体 在空中一个翻转 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不过 壮汉并未被直接重摔在地 而是被陈二狗 非常温柔地 随手扔在了地上 除了陈二狗 心知肚明外 在场无一人知道 其中缘由 为了不惊动外面的人 壮汉身体还在半空的时候 陈二狗便已经一拳快如闪电般 挥在了他头侧 将他击晕 所以才会出现 众人眼中怪异的一幕怪物 三百多斤的壮汉 在陈二狗手里 宛如玩物 在场众人无不下的面色惨白 心中也是 几乎同时想起了这两个字 就连薛刚 都在木凳口袋中 停止了痛苦的嘶吼 是 是你 是你对本少下的黑手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看着目光凌厉的陈二狗 忽然朝自己走来 薛刚顿时吓得浑身打了个寒颤倒 倒也不蠢 不过 这不是黑手 而是正义的手 陈二狗随口冷哼一声道 他的回答 再次让众人心中大惊 要知道 薛刚开的可是豪华套间 当时坐在沙发上的陈二狗 距离床至少有三四 你 他当时明明就根本没动 就连薛刚这个直接受害者 都根本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 小子 你有种 不过 老子可是楚州省城薛家大少 跟老子为敌 你可要想好后果了 别他妈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 有本事把毛巾摘了 为手为脚的不敢露面 算什么英雄好汉 双拳紧握 薛刚恨得咬牙切齿道 刻意强调自己身份 薛刚就是想用身份威慑住陈二狗 也好让他知难而退 虽然薛刚此时并不知道 这个胆大妄为 感动薛家人的对手是谁 但以他的身手 薛刚肯定绝非泛泛之辈 那自然该听说过薛家名头 不过 让薛刚着实没想到的是 陈二狗还真没听过什么薛家 而且这对他而言 也没什么意义 毕竟薛家再强 还能强过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家 他们薛家若真有这本事 那楚州便不再是四大家族 而是五大家族 不想给你看 你也没资格看 陈二狗随口满不在乎道 真不是一般的任性和嚣张 微微一愣 薛刚一时间还真有点傻眼 毕竟已经领略到陈二狗厉害 他若是不摘 自己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呵呵 还真是装得一手好逼 老子看你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吧 今天自己已经处于劣势 薛刚自然想要弄清楚陈二狗身份 也好日后再行报复 所以很快又带着嘲讽口吻 不屑道 我又不是你爹 你爱咋想就咋想 关我屁事 这么幼稚的激将法 陈二狗才懒得搭理 无所谓的风轻云淡倒 倒不是自己怕了他薛家 而是没那个必要给自己徒增麻烦 反正薛刚吃了大亏 他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调查自己身份 与其给自己找麻烦 还不如让他们去麻烦 你 只敢一阵凶闷 薛刚气得伸手颤抖指向陈二狗 却许久才从嘴里迸出一个字来 气得直翻白眼的同时 却根本无从反驳 虽然红颂音什么都没说 但却露出了今天至今为 赐微笑 太大快人心了 自己终于有救了 不过陈二狗却并没有因为薛刚的迥态 有半丝愉悦 这家伙着实浪费了自己不少时间 眉间微微一皱的同时 陈二狗眉间微微一皱 瞬间巴根银针 在薛刚惊恶的眼神中 再次猝不及防 飞入了他当部 只不过这次薛刚并未感觉到半点不适 反而疼痛感顿消 呵呵 老子还以为你有多牛逼呢 原来也终究不过是个胆小鬼 看你也算是个人才 老子可以既往不救 收下你这个小弟了 以后跟着老子 只要你乖乖听话 保你天天吃香喝辣 身边美女如云 在银针被陈二狗用功法吸出的同时 薛刚嘴角又再一次扬起了之前的得意微笑 装模作样的一边整理衣冠 一边一副老大模样的 在他看来 这绝对是陈二狗怕了自己和薛家 所以这才解除自己的痛苦 再变着法子讨好自己 忽然的反转让刚开心起来的红颂音 又一次彻底傻了眼 虽然他并不知道其中缘由 但他听得出 陈二狗这是怂了 就目前局势而言 陈二狗是红颂音唯一救命稻草 警刻间他整个人再次如坠冰枯 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即将被无情凌辱的画面 刚才的痛苦以后每天你都会享受一小时 惊宠美上脑一次 额外再赠送一小时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从此以后你若再敢为难红小姐和作恶 这种痛苦将陪伴你一辈子 而且你最好相信 我随时有本事让你更加生不如死 嘴角极其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陈二狗一本正经的冷声道 他的话再次将刚如坠地狱的红颂音 拉回了天堂 心中大喜的同时 嘴边再次有了笑容 但刚如入天堂的薛刚 却恰恰相反 在差点没将眼珠子 惊掉出来的惶恐眼神中 整个人如坠冰枯般 再次彻底傻眼跌坐在床 刚才的痛苦 薛刚刻骨铭心 此时想来依旧还是浑身颤动 别说每天一小时 哪怕一分钟 都能要他半条命 大 大哥 饶命啊 小 小的有眼无珠冒犯了您 求您大人大量饶了小的吧 我 我保证从此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对您马首是瞻 真 真的 我都还没有成亲 更没有孩子 您 您这是 在要我的命啊 陈二狗的本事无庸置疑 更何况 假若这真的只是吹牛 自己随时都会被拆穿 红颂音逃得了一时 却逃不过一世 所以薛刚根本不用去质疑 没有了命根子 对于男人而言 连闲鱼都不如 而且 倘若没有后代 薛家偌大的家产 必定没有自己的份 所以 薛刚立刻变耸了下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的同时 赶紧磕头如捣算般哀求起来 连老大都跪下了 一旁的壮汉 自然也不敢懈怠 赶紧也跟着跪了下去 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 给你三年时间 倘若三年之后 你真的已经洗心革面 我自然会替你解除这痛苦 还有 劝你少浪费时间在求医上 否则你只会越来越痛苦 这世界上 只有我能救你 不信的话 你尽管去世 红小姐 你可以走了 冷淡的扫尸一眼薛刚 陈二狗随后对红颂音道 今日大恩 颂音敏感五内 他日若有颂音能帮忙的地方 您尽管来找我 刀山火海 在所不辞 虽然红颂音也想知道救命恩人姓名 也好日后报答 但他也心中非常清楚 恩人之所以蒙着脸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身份 所以 在恭恭敬敬的鞠躬敬礼后 红颂音非常懂事地 在拍了几张照片后 和他经纪人离开了套间 多谢大哥 晓得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此时的薛刚 根本不敢抬头去看陈二狗 点头磕地的同时 始终感恩待得到 直到四五分钟后 耳边一直没有半点其他声响 薛刚才借着磕头抬高视线 这才发现眼前哪里还有陈二狗身影 薛刚顿时不由的心中一震 这是何等厉害的高手 自己居然连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不过 与此同时 薛刚还是在心中为自己长嘘了一口气 好歹小命算是保住了 早已悄无声息 回到自己套间的陈二狗 立刻再次启动了土地感应能力 因为要找的人 早已离开了走廊 自己必须尽快弄清楚 酒店内一切 和找到他的人 直到将近半小时后 陈二狗才猛地睁开眼 随后给董事 见去了个电话 向他打听关于薛家的一些信息 从刚才的事件中 陈二狗听得到 感觉得出 薛家在楚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虽然自认为 刚才应该没有暴露 但陈二狗也得防止被薛家查出点什么 毕竟知己知比方能百战百胜 很快 陈二狗便从董事件口中得知 薛家在楚州 确实算得上非常强大的存在 虽然不如四大家族 但这几年发展势头迅猛 已经略强于董家 和绍安的唐家一样 薛家靠地下世界发家 但不同的是 薛家虽然还是楚州地下世界的王者 但这些年 薛家在楚州开了不少的公司和工厂 至少表面已经替自己洗白 在吩咐董事件 尽快整理出一份薛家高层人员资料 发给自己后 陈二狗这才挂断电话 随后闲得无聊的陈二狗 又在网上找了不少红颂音的新闻 并关注了他的微博 整体而言 陈二狗对红颂音的印象非常好 人美心善 而且 红颂音不畏强权 还真在微博上爆料了刚才薛刚的恶行 并配了不少证据照片 仅凭这点 就值得自己肃然起敬 而且 红颂音非常细心 照片中并没有自己身影 陈二狗也从他的控诉中得知 薛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他 毕竟红颂音可是坐拥数千万粉丝的国民女神 将他控制在手 那妥妥的就是一棵活的摇钱树 就在陈二狗翻看评论的时候 忽然响起的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虽然和可视监控屏幕相隔数米远 但陈二狗还是能将上面的内容看得清清楚楚 在看清暗想门铃的人模样后 陈二狗顿时心中一咯噔 面色也稍稍阴沉了几分 不过陈二狗并没有去开门 而是继续打坐练起土地传承功法来 直到手机铃声不断响起 在犹豫片刻都才接了过来 二狗 我知道你在里面 呜 求求你打开门好不好 我已经知道错了 求你看在昔日情分上 帮帮我 电话刚一接通 立刻便传来了凌飞飞哽咽的哀求声音道 你我之间的恩怨 不是一句知道错了就能解决的 而是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黄语浩那么厉害 又是你未婚夫 有难处找他去 对了 替我给黄语无怠句话 当年的耻辱 我陈二狗始终铭记在心 他皇家很快就会付出百倍代价 看了一眼可是监控屏幕 上头发凌乱 满脸是伤枯的梨花待雨的凌飞飞 陈二狗非但没有半点怜惜 反而有种大快人心感 冷淡地回复几句后 陈二狗立刻便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向皇家宣战 便是纯粹接起这个电话的缘故 陈二狗并非无情之人 当年倘若是和平分手 今日灵飞飞有难 他定不会袖手旁观 但偏偏不是 不过陈二狗还是很快意识到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皇家可是楚州四大家族之一 就凭黄宇浩未婚妻这个身份 楚州敢将灵飞飞伤成这样的人 屈指可数 所以灵飞飞会受这么重的伤 而且不去求皇家做主 反而跑来找自己求助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今天的狼狈是皇家造成的 这看似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却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逻辑硬伤 虽然当年灵飞飞对自己示弱草芥 但陈二狗对她也还是有一定了解 灵飞飞出身普通工人家庭 要说全是熏天的皇家 能找到自己住所不奇怪 但普通人家出身的灵飞飞 绝悟这个能力 仅凭这点陈二狗立刻便可以肯定 灵飞飞的出现 就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一个阴谋 所以在灵飞飞满脸失落地离开后 陈二狗立刻便一个闪身跟了出去 很快 灵飞飞便走进了酒店楼下一个套间 陈二狗立刻便在无人的走廊后面 假装玩手机的同时 启动了土地感应能力 那王八蛋太冷血无情了 我当年果然没看错 那陈二狗就是一个混账人渣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一进套间 灵飞飞便气地将面前桌上的 一个杯子砸碎在地怒骂道 失败了 那家伙当年爱你爱得那么死去活来 只差没把肉搁给你当零食了 不应该啊 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狼腿的黄宇吴 并未上前安慰 而是坐起身来 一手脱腮 很是不可思议地沉生道 坐在黄宇号对面的 还有一名中年男子 正是陈二狗此行的目标 京城秦家派来楚州的那名高手 那就是个混蛋 亏我还花了几个小时化妆 灵飞飞怒不可遏倒在灵飞飞眼里 陈二狗就是一条任由自己摆布的无脑舔狗 只要自己放得下脸 给它一点好脸色 即便是现在 也肯定还会舔着脸来求自己复合 但灵飞飞做梦也没想到 这条以前最被自己瞧不起的舔狗 居然会如此无情地拒绝自己 这让他内心极为受伤 所以这才如此愤怒 黄少别急 虽然那家伙的无情替他逃过了一劫 但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中年男子神态自若地微微一笑道 秦总还有妙计 黄与吴顿时心中大喜 两眼放光地赶紧问道 当然 黄少放心 我保证那尘二狗活不过今晚 一个鸟不拉屎山照来来的香巴佬 也妄想掀起风浪 简直自不量力 中年男子一脸不屑道 秦总有什么妙计赶紧说出来 让我们开心开心 本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那混蛋千刀万剐了 黄少别急 现在说出来 一会不就没有惊喜了 而且隔枪有耳 有些事情还是谨慎小心为妙 虽然中年男子的话 让黄与昊满心不悦 但还是很快便再次变得笑容满面起来 高兴地和对方碰了一杯 灵飞飞的同学聚会 让黄与昊颜面扫地 本以为家族会替自己出口气 但却惨遭禁闭 这更加深了心中恨意 最关键的是 如今的陈二狗已经今非昔比 现在若不除掉他 将来自己和黄家弄不好 真会有一场浩劫 所以对黄与昊而言 只要陈二狗是死无葬身之地 怎么死的 已经并不重要 三人立刻一拍集合 放声大笑起来 不出多久 一名酒店服务人员打扮的俊美女子 快步走进房间 待中年男子在耳边轻声嘀咕几句后 服务员立刻汉手会议出了套间 此时冲进房间拿下三人 对陈二狗而言 并非难事 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嘴角稍稍一扬的同时 一个快速闪身 便回到了自己套间 一来这里毕竟是陆丰地盘 二来自己手无证据 现在闯进去 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 不仅能不能出得了这酒店都是问题 而且到时候 黄家和秦家必定会站到 道德和法律制高点 得不偿失 黄家在楚州家大业大 全是熏天 一般手段对他们根本起不到作用 而且现在自己根基并不算特别牢固 真惹怒了黄秦两家 势必孤注一掷 必然造成巨大社会动荡 所以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陈二狗很快心生一计 以独山御元时有所一变为由 邀请白金过来一续 黄白两家世代交好 为了对付顾阳两家更是紧密抱团 黄家有难 白家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所以要想让黄家万劫不复 就必须首先破除黄白联盟 白金便是陈二狗现在最好的棋子和突破口 自从独山御元时被取走 并按照只是贴好纸符后 白金果然运势大为好转 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生活 所以 如今的白金对陈二狗 那是又敬又怕 敬的是本事 怕的也同样是本事 就怕哪天一得罪他 自己又将世事倒霉 生不如死 所以当接到陈二狗电话后 白金那是一刻也不敢耽搁 放下刚进行到一半的商务谈判 在属下和客户惊讶的目光中 拔腿就离开公司 驱车赶往了陆丰酒店 与此同时 酒店服务员也替陈二狗 送来了进口红酒和各色点心 美其名曰酒店活动 免费赠送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陈二狗立刻便揣测 其中必有猫腻 不过他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客客气气地留下了不少 哈哈 哪怕就算是有了点地位和小钱 也始终狗改不了吃屎 香巴老永远都是香巴老 只要稍稍给出点迎头小力 就永远都会前赴后继 在手机收到消息响起的同时 套间内的中年男子 再次满脸 不屑地吃笑起来 秦总高明 虽然黄雨昊和林飞飞 完全猜不透 中年男子在搞什么鬼 但从他反应和表情中 二人非常清楚 陈二狗这次肯定是要在劫南逃了 群 所以在没开飞舞的相视一笑中 二人立刻便再次向中年男子举起酒杯 心满意足地提前庆祝了起来 陈先生 您什么时候来的省城 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您是我白金的大恩人 怎么能让你住酒店呢 您这不是打我脸吗 要是不介意的话 在下郊区还有套闲置别墅 虽然不算非常奢华 但也宽敞舒适极其安静 绝对强于这酒店 一见陈二狗 白金立刻便满脸堆笑 恭恭敬敬道 白先生客气了 其实酒店挺好的 我来省城只是有点小事处理 待不了几天 这是酒店刚送来的美酒点心 白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喝两杯 陈二狗嘴角快速闪过一抹 难以察觉的狡黠微笑道 能和陈先生一起喝酒 那是我白金前世修来的福分 来 再下给您倒酒 就怕他利用什么阴邪之事 来给自己找麻烦 见陈二狗满面堆笑 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 白金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陈 陈先生 你 你 一口红酒下肚 酒杯落地 白金立杆腹内如烈火焚烧般 剧痛难忍 一手捂住腹部痛苦 朝地下蹲去的同时 一手指向陈二狗 满脸惊恐和不敢置信道 不 不好 这 这酒有毒 有样学样的酒杯 在手中滑落 陈二狗人 也跟着一手捂腹朝地上 道去惊声道 两声脆响让幼儿始终贴在门上偷听的服务员心中大喜 赶紧掏出手机 将这一好消息告知了 还在推杯幻展和谈笑风声提前庆祝成功的中年男子 呵呵 我还以为有多难对付呢 也不过如此嘛 秦思源还真是个废物 这么若鸡的一个香巴佬都搞不定 刚得知好消息的中年男子立刻嘴角扬起了笑意 将红酒一饮而尽的同时 又满是不屑道 虽然他说的是秦家人 但一旁的黄语浩和林飞飞 却听来心中很不适滋味 毕竟 按照中年男子的说法 他们二人也无疑属于废物一类 哈哈 黄少别在意 我可没有对二位不敬的意思 陈二狗已经搞定 请 虽然确实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二人 但秦家 在楚州的发展还离不开黄家支持 所以 中年男子赶紧打了一个哈哈道 听说陈二狗已经被搞定 黄语浩和林飞飞 顿时一扫心中阴霾 自然也没功夫去在乎这些 赶紧跟随中年男子脚步 走进陈二狗所开的套间 白 白先生 这 这 看清倒地痛苦抽搐的二人 黄语浩都还没来得及兴奋几秒 顿时是便仿若遭遇雷击般的傻眼 愣在了原地 难难自语道 白金可是白家二把手 在白家的地位 远高于黄语吴在黄家的地位 堂堂白家二把手 要是惨死在酒店 那白家还不得整个家族彻底震怒 还不得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凶手 哪怕黄白两家关系再好 倘若知道白金的死和自己有关系 黄语浩知道 到时候如果不是两家血流成河 那便是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这不得不让他想想都后怕 这忽然冒出来的白金 让中年男子也短暂傻了眼 不过 相比已经满头是汉的黄语吴 相对而言 要镇定许多黄 黄语浩 你个混蛋 竟然敢因老子 白家绝不会放过你 一见黄语浩三人 白金心中立刻明白了个大概 顿时忍着剧痛 大怒道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是受陈二狗连累 但不管怎么说 黄语吴都是罪魁祸首 现在陈二狗和自己一样生死难料 仇恨自然也转到了黄语浩身上 一看二人模样 黄语浩便知道肯定是身重剧毒 黄白两家闹崩 得利的只会是顾养两家 搞不好 闹到最后 黄白两家都得在楚州消失 白先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秦总 解药 解药呢 所以顾不得多想 黄语浩赶紧急切对中年男子道 虽然白金确实因此受了不少痛苦 但只要最后平安无事 凭黄白两家的关系 黄语浩相信一切都解释得清楚 没有解药 中年男子眉间一皱 立刻心声一计随口冷声道 男子的话就仿若两道晴天霹雳 打在分别打在黄语浩和白金二人身上 瞬间将二人心中刚燃起的希望彻底覆灭 白金更是彻底傻了眼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英明一世 最后竟然会死在小人阴谋下的无辜躺枪中 怎 怎么会没有解药呢 黄语无目带惊恐道 不就是白家吗 你至于这么害怕吗 这点魄力都没有 你怎么坐上黄家家主位置 又怎么掌控整个楚南无省 看来 我秦家还真是看错人了 狠狠瞪了一眼满头汗水的黄语浩 男子满脸不屑地怒斥道 倒不是男子说谎 而是他确实没有解药 因为这毒药 他本身就是用来取某人性命的 只不过楚州省局势有点超出他预料 所以让陈二狗有幸先享受了一番 可 可是秦总 这可是白家二把手 身份不同寻常啊 而且 白家现在对我们的大忌还有用 实在不适合此时闹掰 闹掰 为什么要闹掰 我们做什么了吗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眼前局势还不清楚吗 陈二狗受顾养两家委托毒杀白金 最后自己也误引毒药 同归于尽 眼前二人双双中毒 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成大事者 要多用脑 男子 一脸满不在乎地 带着脚匣微笑道 微微一愣 黄语浩立刻便明白了男子的意思 心中悬了许久的石头 也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此时 陈二狗和白金 已经必死无疑 这无疑是眼前最好的一件双雕绝佳妙计 众所周知 陈二狗和顾扬两家交好 而且 顾扬两家一直对黄白两家虎视眈眈 这理由确实合情合理 二把手惨死 白家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 一定会联合黄家向顾扬两家发起血战 如此一来 自己在借助秦 家势力 趁四大家族两败俱伤之际 坐稳楚州第一人的位置 秦总果然妙计 在下佩服 就按您说的办 想明白这些后 黄宇吾顿时心中大喜 也同样露出了得意的微笑道 黄宇昊 你个混蛋 你敢 真当我白家人都是傻子 瞬间明白二人的阴谋 白金更是气得急火攻心大骂道 死人就该有死人的觉悟 老老实实上路就行 还管这么多干什么 放心 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其所 等黄少成为楚南无省之首 秦家成为华夏第一家族时 也定会为你建个祠堂 感谢你为我们大忌立下的丰功伟绩 随意地朝白金腹部踢了一脚 男子眉飞色舞蹈 腹内本就如翻江倒海般 剧痛难忍 再加上男子无情一脚 白金更是瞬间疼得惨毫不止 和眼泪直流 别说是反抗 就连反驳都已经难以做到 但一旁的陈二狗 嘴角却扬起了一丝笑意 这无疑就是她想要的结果 而且这效果 还大大的远超了之前的预想 各大家族之间的什么阴谋较量 林飞飞并没有任何兴趣 此时她最想做的 就是在陈二狗弥留之际 狠狠踹她脊脚 无情地羞辱一番 这 这家伙真的必死无疑了 真的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但她也知道 如今的陈二狗 早已今非昔比 本领惊人 所以即便早已欲望爆满 但还是非常谨慎地 对男子狐疑问道 当然 论用毒 全华下我认第二 就绝无任何人敢称第一 现在的她 跟死人已经毫无差别 要不是黄少对她积怨难平 所以少用了些伎俩 否则她现在早已硬得不能再硬 林小姐别说是踹她几脚 就是将她碎尸万段 她也绝无半点反抗能力 瞟了一眼成二狗 自信满满地道 那就好 本小姐忍着混蛋很久了 不在她身上 割几十斤肉下来 就难解心头之恨 瞬间放下心来 林飞飞随手抓起桌上一把水果刀 一边恶狠狠地怒目而视 一边恨得咬牙切齿道 说话间 林飞飞也不再犹豫 举起水果刀 便立刻抬脚 朝陈二狗身上踩去 同学会林飞飞颜面尽失 再加上刚才绝情的羞辱 更是让她对陈二狗恨之入骨 最关键的是 林飞飞无法接受 曾经被自己随意踩在脚下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舔狗 居然会强大到 连四大家族少爷都不在乎的地步 这无疑就是在无情地 在打自己的脸 桓本小姐呢 山姬也配自称凤凰 不知死活的东西 错不及防地抬手扣住林飞飞脚踝 陈二狗迅速坐起身来 不屑地冷嘲道 林飞飞顿时心中一惊 瞳孔刚迅速一放大 陈二狗便已经根本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随手一用力 便将她整个人掀起 毫无半点怜悯地狠狠砸在了地上 一旁的男子 面色瞬间精灵下来 纵然她已经反应够快 但终究 还是比陈二狗慢了好几步 都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 耳边便响起了 林飞飞撕心裂肺般的哀嚎惨叫 秦 秦总 这 这 你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 必死无疑的吗 忽然的变故 让黄宇吾彻底傻了眼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没摔倒在地 满眼惊恐 面向那男子道 不过 真正让黄宇昊反应 如此巨大的并非心疼 自己未婚妻 更不是若无其事的陈二狗 而是白金 既然陈二狗能没事 就说明 他根本不具男子的所谓剧毒 刚才得意之下 不仅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 而且还要杀白金 灭口嫁祸 顾养两家 倘若白金最后幸免于难 那真正有难的 就是自己了 而且还是 根本无法避免的生死大难 黄宇昊顿时 只敢一阵天旋地转 就仿佛死神 已经到了眼前一般的 让他深恐 必死无疑的是你 不是我 一脚踩在灵妃妃头顶 陈二狗神情冷淡道 这 秦 秦总 你倒是说句话啊 浑身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黄宇无瞬间 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只得将全部希望 放在男子身上